我再来示范一下用我们的乒乓网桌面反弹板能练习正反手的戳球 这个角度的调整大家注意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练习戳球反弹板角度怎么调整 可以把这个网放在下面 让这个反弹板露出来在前面来 然后这个反弹板的角度大家看一下向后仰 差不多向后仰了40度左右 往后仰40度左右 大家也可以微调是吧 根据自己的打法来微调 把这个角度我们来试一下正手戳球 开球呢可以自抛自打的方式来开球 这个练戳球是非常合适的 而且它这个弧线和我们打球的弧线是很类似的 非常类似 可以练快戳是吧 相当于是在练快戳 反手戳球也是一样可以练的 我们看一下 所以你要把这个手上的动作控制好 如果说你戳的时候 这个球左一个右一个 那说你的手腕不稳定 所以要把拍形稳定好 先建立球杆 在戳的过程当中 反手利用身体的重心来调控 很多人戳球戳不好 就是手上手腕动得太多了 是吧 其实要用重心来控制 拍形把它稳定好 放松就可以了 在练习戳球的时候 尽量我们把戳球控制在反弹板上的一个区域里面 如果你左一板右一板 那说明你手上控制也不稳 尽量把它控制在一个区域 因为我们上面有八片胶皮 你控制在某一片胶皮的这个区域范围里面 然后回弹的球的落点也是一样 如果这个落点变动很大 那说明你手腕是吧 肯定变形了 你的手腕变形了 它才会回来不稳乱跳 所以不是反弹板不稳 而是你的动作不稳 我们乒乓网的这个反弹板 它是专门针对这个人的球感来设计的 所以它的回弹弧线和我们打球的这种弧线是很相似的 等会大家lic上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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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